针对高达11万人的通勤族问题 民进党金融市长候选人蔡世英提出交通证件三审方案 希望帮市民省时省钱省麻烦 这项方案分为短中长期计划 首先是短期计划 包括提升市公车服务量人 市政府接手R路线 以及台铁月票搭市公车免费 R路线的部分由市政府来接管 以及提升公车的量人 市公车的量人 包括人员的补足 包括公车的态换 那以及第三个台铁月票 持有者可以搭乘基隆市公车免费 那就是鼓励大家来做转乘 在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涵 是未来推动基隆捷运的过程当中 捷运以及公车的转乘 搭乘率的提升 是我们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现在来推动这件事情 我推动台铁月票 搭乘基隆市公车免费 其实就是要预先来养 我们的未来捷运的搭乘的人口 中期计划则将推动基北通行月票方案 持续征辟国道快捷公车 还有开辟室内跨区路线公车 我仍然会持续的跟中央 跟双北来沟通 推动基北的通行月票 那另外 过去这几年 是应推动了很多条的国道快捷公车 得到很多市民朋友的喜好 也让市民朋友很称赞 让每个很多因此受惠的民众 减少了十分钟的转程的时间 那我未来会持续来推动 那另外第三个就是推动市区的跨区的公车 那我刚才提到的第二个跟第三个 其实就是让民众省麻烦 因为他省时间也省麻烦 不用省去转程的一个辛苦 至于长期计划则有国道一号拓宽 征聘七堵杂道 开放路权 鼓励双北联银公车延伸到基隆 以及全力推动基隆捷运 我持续会来推动国道一号 以及七堵杂道的拓宽跟僻件 这个部分是让整体的高速公路的流量 能够更加的顺畅 那另外就是我特别提到 未来在我的长期计划里面 我会推动基隆市公车路权的开放 我节省的欢迎双北的联银公车 延伸到基隆 或者基隆的公车未来有机会延伸到双北 让两边的无形的边界被打破 让两边的交通的公车 能够更加的顺畅 蔡生也进一步说明 台铁月票免费搭乘试公车的具体做法 强调这是基隆版的1280方案 我们算过 如果他每天上下午 就上下班各一次的话 那他大概就是在30块左右 那一天22天就600块 500块到600块 所以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方案 就是能够减轻市民 他们的一个负担 至于基隆捷运进度 蔡生也表示将力拼在明年第四季发包动工 我将会持续的努力 继续来推动基隆捷运 目前基隆捷运正在环平的审查 一步接一步 预估明年初 年底明年初 我们可以完成 我们的综合规划 接下来就是细部规划 以及动工 蔡生英强调 他有自信 让基隆的交通建设 与通勤规划 更符合市民的需求 希望能获得市民认同 顺利接棒 延续基隆光荣 记者张气腾 基隆报道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